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刚刚各位收听的这首歌是 你就不要想起我 田富珍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我们都希望对方不要想起我 为什么 因为想起我就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亲人的某些情绪勒索 这个亲人的情绪勒索 其实当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谈到的很多都是一些 我要你做什么事 如果你不做 我就怎么样 那在这个部分当然有很多是非物质的 所谓非物质就是说 你不要跟这人在一起 你不要跟这人交往 或是你不要不回家 你要常常回来 或者你要为我们做什么事情 这个包含子女对父母 父母对子女 都会有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 那有另外一种情况 其实是大家都非常困扰的 就是爸妈如果对子女 有一种所谓的养儿防老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其实不是很理想 因为坦白说 养小孩认真养 从出生到20岁 付出的这个所谓的 不要讲心力劳力 付出的金钱 可能就已经不知道怎么算了 但绝对在新北市要买个小公寓 一定是够的 就买个二三十平的公寓 一定够的 那把这个钱呢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养儿防老的话 花钱去买公寓 这个我们叫做亚巴儿子 这个亚巴孩子 他就会定期付房租给我们 这个比什么都要实际 那甚至是再更老一点 也没有办法去管这个房子的时候 把房子卖掉 存个六七百万的现金在身上 多多少少也可以过 不用去看孩子脸色 所以养儿防老这种观念 讲的难听一点 运气好 抽到大奖 可能一个月收个几万块钱 那当然要孩子很会赚 孩子很孝顺 心甘情愿 你遇到的情况是 孩子自己养活 自己的家庭都不够了 我们还要去跟对方说 爸爸妈妈以前养你 你一个月拿个一万块两万块来 说真的对孩子来讲 他一个月赚三万块四万块 他要在台北生活 养个家 还要再把身上的钱 拿个三分之一给爸妈 我想可能很多人不见得能够承受得住 所以不增加孩子负担 我们自己养自己比较实际 不要有那种 再也不要有那种养儿防老的习惯 因为大家都痛苦 不是只有爸妈痛苦 爸妈痛苦的地方在于 他有期望 期望达不到 就觉得很失望 小孩子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爸妈可能伴随着这个 虚所会讲一些话 比方说 如果早知道你对我是这么无情 我当年就不要生你就好了 这小朋友一听就觉得 这什么鬼啊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两边都不要有这种 所谓物质上的期望 有很好 他量力而为 没有 那OK我们自己照顾自己 那比较糟的情况 则是另外一种 什么叫另外一种 就前两天有一个朋友 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他的爸爸 很喜欢做一件事 叫做迁赌 跟六合彩去迁赌 那么迁赌呢 主头就找他爸爸要钱 说 你再不给我钱 再不还钱就完蛋了 那当然 这个情况都是爸爸转述的 小朋友不可能跟爸爸 就是跟主头有联系嘛 那爸爸当然就讲得很严重啊 他第一个他说 你们如果不帮我想办法 我就来去跟钱庄借钱 到时候你们就自己看着办 这第一个 第二个说法是 哀兵政策 你们如果不帮我想办法 到时候主头 找人来对我断手断脚 甚至怎么样那怎么办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 你们如果不帮我处理 我干脆死给你们看好了 我就死一死好了这样子 好 那这个朋友就问我说 律师 这个部分 我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家人已经身心俱疲 那面对这个情况 当然我无奈 我们常讲 其实如果要谈情感 那谈不完 什么叫谈情感谈不完 假设今天我讲说 我想起爸爸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其他他小时候也对我们不错啦 他也是有养我们啦 所以我愿意要替他承担多少赌债 那当然是自己的选择嘛 这没有话讲 可是这个东西是情感 不是法律 回归到法律来说 法律讲究的是个人责任 所谓的个人责任就是 比如说以刑法来讲 就是你有没有做这件事 有做 那你就要负责 没有做 基本上这件事情 当然就不关我们的事嘛 那民法呢 一样 只是民法会有一点点的差距是说 有时候别人做的我们要单 举个例子 小朋友如果犯错 未满20岁 他去伤害了谁 这时候呢 父母要负连带责任 这是因为法律有规定 或者是什么呢 当我们签了名 当人家的连带保证人 或是保证人 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要 负一点责任 但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法律还是原则上 都采取个人主义的态度 也就是说 你个人的债务 个人亲 那这个延伸出两个问题嘛 第一个问题是 老公或老婆欠债 那我们要不要帮他付 当然不用啊 因为刚刚讲的嘛 个人责任延伸出来的概念 很多人都讲说 那我来办假离婚 因为我老公或我老婆 欠外面的人很多钱 不需要 因为 本来就是个人责任 个人单 他去跟银行借钱 去跟地下钱庄借钱 跟我们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我们又没签名 再讲一遍 除了我们自己有当保证人 主动去签名 或是在债务人上面 我们自己去签名以外 没有人的负债 可以交给另外一个人来负责 这是法律上的 那情感上我就不好说 情感上我常讲 刚刚的那样的状况 如果说以心态来说 那真的会把自己累死 因为 那个叫无底深渊 也就是说 你帮一次 每个人都是指天立事说 我不会有第二次的 我跟你讲 你这次帮我解决 我保证不会再犯 我跟各位说 很快就会再犯 这个绝对是经验之谈 也就是说 当有一个人告诉你 特别是亲人说 你帮我这一次就好了 下次我不会再找你了 错 下次还是会犯 下次还是会找你 所以 有一次就有第二次 好 那问题对我们来说 我们正常工作 正常上下班 赚的是辛苦钱 结果对方拿去 迁赌挥霍 然后借完了钱来跟我们讲说 你要帮我 不然我死给你看 这个太情何以堪了 所以 我们 在处理这种事情上 一般都是说 你就回归到法律层面去 个人造业 个人单 尤其是我刚讲的 老公借钱 其实老婆根本不用还 老婆借钱 老公根本不用还 就是个人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好 那第二点 如果说小朋友借钱 或爸妈去借钱 小朋友 那要不要处理 我刚讲过 除了未成年子女 侵权行为 这个部分 成年的 就是这个 父母 对成年的不用负责 对未成年的要连带负责之外 其他部分是不用的 好 那 回过头来讲 如果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成年的子女 或成年的父母 通常父母应该都是成年啦 他的儿女才会成年啦 就是说 爸爸妈妈五六十岁 或者是小朋友已经满二十岁 他要求小朋友帮他负责 或要求爸妈帮他负责 这些债务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很难说 为什么 因为 这种就是 回到刚刚讲情感问题嘛 你觉得合理就合理啊 你觉得不合理就不合理嘛 那但是 回归到法律跟 理性的思考来讲 这个事实上来说 就是交给个人去处理就好 法律上完全没有任何的义务 那当然会讲啦 地下钱庄最近有一个手法 这个手法其实相当恶劣 我在过去也讲过 他喔 会请这个 借款人 去签他爸妈 或是签他儿女的名字 在本票上 那 这个就是很恶劣的 为什么 签了以后 他就会去找那个 没有签过名的那个人说 这张本票你签的你还钱 那 这时候我们没有签过名嘛 我就会讲说 没有啊 这不是我签的啊 那他就会要求我们去报警 一报警之后 这个就叫伪造有价证券 伪造有价证券 最起码在法律上都会判三年 这个时候 家长就会站出来 或者是儿女就会站出来 为什么 因为 不想要自己亲人被关嘛 就说 好啦 这 这我有授权啦 没问题啦 这我会付 然后地下钱中就会说 好吧 既然你说要付了 那这次我们就和解就算了 那虽然这个东西 它是非告诉乃论 但还有机会判缓刑 或者有机会可能可以判无罪 那他拿到钱 然后这个欠钱的人从鬼门关走一遭回来 那问题是这个东西 这种手法持续在进行当中 所以 像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们只能讲 就是说 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要先有一个体认 第一 这种赌债 或这种所谓的毒啊 因为吸毒 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 不管怎么样 就是借了一大笔钱 这种通常 叫未成年之女来帮他担 或是叫自己的爸妈来担 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跟各位说 能不帮就不要帮 真的 以我的经验来讲 有一次就有第二次 就很多次 第二 不要去签保证 包含连带保证 包含一般保证都不要去签 那当然更不要当债务人 没有拿到钱 就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名 原则上就不会有事 最后一个迷思 夫跟妻财务各自独立 基本上任何一方去借钱 在法律上都无庸 为另外一方去负责 那这是跟 听我朋友做的建议 那待会休息回来之后 我们再跟各位讲一下 像这样的情况 未来继承应该怎么处理 待会见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么我们刚刚 谈到了一个议题 就是当我们的长辈 或者我们的亲人 有这种所谓的 用情绪勒索的手段 来跟我们要钱的时候 那本身要去处理他的债务 这个债务并不是所谓的 我们讲说小事 他可能是赌债 可能是所谓的 他自己在外面 有什么样特殊的需求 所以说要求子女替他负责 那我刚给各位一些建议 就是说就法律上是没有义务 那道德上或情感上 我真的建议不要去碰 如果真的要去碰的话 我跟各位讲 会持续不断发生 那会拖垮自己 就这个事情来说 我们往下继续延伸 如果这个长辈呢 他当然他或者是其他亲人 如果我们借不到 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些 就是比较激烈的手段 那激烈的手段当然包含说 可能会遇到一些钱庄 他就真的去借了 借了之后钱庄来找我们怎么办 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们过去也大概提到过 一般而言啊 他们的手段不外乎 可能就是针对家人去做骚扰 那这种情况通常 我会跟各位建议 直接报警最快 不用担心 这个中华民国还是有法律的 如果当有人用这样的手段 来比如说就来家里敲门啊 或来家里就是泼漆啊 或甚至扬言恐吓等等 那这部分就是报警 那原则上地下钱庄比较少 他会针对家属去做处理 他当发现恐吓 或威吓家属没用的时候 他还是会回过头去找 那个真正借钱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想 我们讲说用一个比较好笑的词汇 叫做永续经营嘛 他也不想要今天 这个为了一笔债务 就被警方就扫荡 那更何况对他们而言 确实这些家属没有借钱 我刚强调过 不要签本票 不要签支票 不要去做任何什么借据啊 上面签什么债务人 年代保证人 跟我们就没关系 所以当对方来找我们 上面没有我们签字的文件的时候 事实上不用理他 那当然我刚讲的那个情况说 那如果他来冒签我们的名字 这时候怎么办 那就看自己的抉择啊 通常我的想法是 比较无情啊 不好意思 我都会说那就让他去关啊 因为没有办法 而且讲句实在话 我看过有些网友跟我的回应哦 他会说去关哦 总不会再继续借钱了 我至少可以轻松个三年 否则的话这三年间 每隔一个月半个月 爸爸妈妈就来跟我讲说 有没有两万块 有没有一万块掉个头寸 最近爸爸过得不好 要不要给钱 好痛苦哦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建议的方法就是说 其实不要去理会这些 所谓的非法的讨债集团 如果他们真的 有所谓暴力讨债的情况 不管是婆妻 不管是跟奸 不管是所谓的恐吓 甚至有暴力的行为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可以 在法律上有一些主张 因为会涉及到 刑法里面的侵入住宅罪 强制罪 恐吓罪 伤害罪 甚至有人如果说 举个牌子在外面 那种情况都还有可能 涉及加重诽谤 或公然侮辱 所以重点在哪里 收证 就是当我们的亲人 有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如果真的担心 那可以在门口装个摄影机 或者是电话 可以装个录音机 那如果有人打电话过来恐吓 或是做一些非法行为的时候 我们至少有证据可以请求警方的保护 那继续往下走了 如果这些长辈 或者这些亲人 有一天过世了 那这时候过世了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回到我们过去讲的计程的观念 原则上我们现在民法都采 原则限定 例外抛弃或例外盖瓜 什么叫原则限定呢 就是过去我们是原则盖瓜 现在是原则限定 那原则限定就是说 基本上一个人他继承上一代 或是他的兄弟姐妹 或是他配偶的财产 原则上他是采行一种 资产跟负债两个比较 资产大于负债 资产大于负债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一点钱 也就是两个扣掉看剩多少 比如说资产是200万 负债是100万 那限定计程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可以拿到100万 200减100 如果资产是100万 负债是200万 那这时候我们的继承人 采取限定继承的话 应该要承担多少呢 就承担100万 为什么 我们继承人家100万嘛 所以我最多就是把我继承的东西 通通吐回去 没了 那不够的100万怎么办 不够的100万没有办法 因为人死在消 人过世了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这个被继承人一旦过世 那继承人就不用再去处理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们讲 限定继承 是比较对于 这个继承人是公平的 因为我没有继承这么多的东西 你却叫我 要全部都接下来 这当然不公平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过去盖瓜继承的很大的缺点 过去我们讲说 在修法之前 这修很久了 都超过10年了 过去的盖瓜继承 它的做法是说 反正你只要有去继承到遗产 你就等于是把它所有的 哀怨情仇通通都接下来 它的负债你要全接 它的资产你要全接 如果万一没资产 不好意思你还是要全接 除非你做抛弃或限定 那这个很多立委就觉得不公平 因为造成很多的什么非债额 就是小朋友 他根本妈妈不知道帮他抛弃继承 结果他一成年之后 银行就来查封他的财产 因为他说你不应该 呃查封他的所谓的薪资 去工作就查封他薪资 他说你当时没有抛弃继承 没有限定继承 所以你爸现在的债务都在你头上 吓死人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改完之后就公平多了 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原则限定 假设什么都没做 那就是限定继承 好 另外一种情况 例外叫做抛弃继承 如果今天自己的亲人 真的你发现 他其实没有资产 他每天就是借钱 每天就是跟不同的人去打交道 然后号称自己有做工 做一些工作 但实际上什么都没借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赚 那怎么办 你就是一旦知道对方过世的时候 知道开始 起算三个月内 向法院具状表示 抛弃继承 这个有没有胜负可言 没有 你只要向法院表示 法院就会同意你抛弃 这个不需要对方同意 不需要债务人同意 所以假设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亲属 他对于 他对于所谓自己的财务 这么的不在意 那甚至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所以他没有任何资产 只有一大堆的负债 这时候这一大堆的负债 当他人死了之后 我们不一定知道他死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这样的人通常亲人比较近而远之 也就是说 因为反正借面就是要跟我借钱 那干脆不要联络好了 那这种人如果没有跟我们联络 我们当然就不知道 可能他过世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那过世都不知道的时候 算不算抛弃继承的起算点 不算 一定要知道过世开始起算三个月 这三个月内都可以跟法院写个状子 很简单 这个如果各位不懂也不用找律师 就直接到法院去 他有范本让我们抄 就把范本抄下来寄给法院 法院不多久之后 他就会就是发一个公文说 准语抛弃继承 那准语抛弃继承的时候 我们就通知下一个顺位的人 比方说我们抛弃继承 那我们有后代 比如说爸爸走了 那我们呢 可能抛弃继承 兄弟姐妹通通抛弃继承 我们兄弟姐妹也有后代的 通通也再来做第二顺位的抛弃继承 就全部一个顺位一个顺位 抛光光这样就没事了 所以这个对实行各位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我们不能选择亲人 但我们可以选择保持距离 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就是独善其身 因为在这个 目前竞争这么大压力这么大的社会里 其实要养一个家真的非常不容易 如果我们今天为了父母的债务 而让自己 就是去背这个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债 然后洗脑自己说 这叫做孝顺 这叫做报恩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因为你的孝顺跟报恩到后面 第一会助长这个人 不负责任的态度继续增长 反正他一定会想 有人会帮我解决 有人会帮我负责 我只要威胁要自杀 威胁要干嘛 就有人自动把钱送上门来 他不知道这个钱有多辛苦才能赚得到 第二个 这样的人基本上来说 当他养成习惯之后 对我们的财物 就会发生很大的障碍 因为养活自己 养活我们自己的家人 就是太太啊 先生啊 兄弟姐妹都还OK 就是自己的孩子都OK 但多了一个这样的无底洞 这个无底洞就是 他不会是五千 不会是一万 他会是三十万 五十万 十万 分期一次拿个两万五万 这个没有人受得了 所以提醒各位就是 原则 什么文件都不要签 什么票据都不要签 然后呢 对于自己的亲人 这不叫狠心 而是要想办法 让他知道 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只能帮可以帮的 不能帮这种不对自己负责任的 特别是当他做情绪勒索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走向不负责任的方式了 他不是想要改善自己 他只想要找个人帮他解决问题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要做的是保护自己 而不是去所谓的 呃 牺牲自己去 当别人的赞助商啊 那 真的一点意义也没有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哦 广告回来 我们开始接听听我朋友call in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哦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电话 02-8369-3398 我们邀请第一位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诶 律师你好 诶 是 我们那个中央民国法律啊 那个肖像权 会有 不知道是怎么刷 什么样的状况下会 侵犯到人家的肖像权 肖像权是这样啦 原则上来说 这是在规定在肖像权是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 所以人格权就是说 我的 我的整个人 就是比如说我的外貌 不容许别人来践踏或利用 没有经过我同意的话 那 基本上 外面的 这个东西其实谈起来有点复杂 如果是外面的 别人在路边这样拍照 拍照下来我们当然可以请求他删除 但是呢就这个部分 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件事 如果假设有人要求偿 比如说 我觉得你拍到我 我要跟你求偿这件事情 能不能成立要看他是不是做商业使用 如果他做商业使用 有赚到钱 又不经过我们同意 那当然我们就这个部分可以跟他请求 另外一个就是他拍我们的照片 去用来 诋毁我们 比如说在上面 画一些 把他脸部画得乱七八糟啊 然后嘲笑他 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就要做传害赔偿 但除此之外 他并不是说 诶他只要拍我的照片 我就可以主张肖像权要他赔钱 这个倒是不至于 那这个部分就要看你的情况 如果他拍了以后 然后拖到一些社群 然后 那要看具体的情况啊 您这样讲其实很不好说 事实的话 事实哦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了 事实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包含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 是不是是真的事实 其实每个人认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您 遇到的问题 才比较容易做说明 如果万一不是事实 万一不是事实 可能就会涉入 就是加重诽谤 那又跟肖像权没有直接关系 就比如说我用你的照片放在上面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所谓 我们讲说 肖像权的概念 还是我们今天要提的东西 其实跟肖像权无关 是他诽谤我们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不知道您要讲的是哪一种 那我谢谢你 我再回去先来一下 好 没问题 辛苦了 拜拜 好 我们邀请第二位张仙 张仙你好 律师好 我想请教一下 作为遗嘱的执行人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 遗嘱的执行人 基本上就是要把遗嘱 他所交代的事情要把它完成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么简单啊 是啊 那你要看你上面写什么 男的很多啊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哦 这个我自己遇过的情况 有当事人他是这样 他写那个遗嘱执行人 比如说给这个张三来当 结果呢他的说法是 他要把这个 呃他希望跟他先生可以合葬 结果呢 这个张三还是其中一个儿子哦 他直接就说 就是哎他说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其他的兄弟姐妹说 爸爸的目的要签账 要把他卖掉 妈妈以后就放零骨塔 这要打官司哎 哦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说 哎 好像兼当遗嘱执行人 反正就只要对方说什么 我们就照办就结束了 不见得是如此 基本上如果只分配财产 只分配财产就是按照他这样来分就好了 那就OK了 哎是的 OK 好 谢谢 好不会 好的 那我们邀请下一位杨鑫 杨鑫你好 啊 你好 哎 你好 我说国家比较好 没关系 你说 我那个厨所人哦 嗯 啊都 那个 跟我开下的都没用 都银母代签 嗯 啊银母做保证人 啊这是 这是 这是 有要紧还是 没要紧 银母代签 我跟你说哦 民法规定哦 嗯 我说国家你听有吗 嗯 听有啦 好嘞 民法哦 有规定是这样啦 他说哦 你这个 你这个 杨鑫子之间哦 嗯 就 立上生活 嗯 的所有的事情 有逢上代理款 嗯 意思是什么呢 譬如说 像以前说你去 你去旁边 哦 带一包米 嗯 杨 可以叫母去带 那没关系 嗯 就是说 你今天做出是 立上生活 所有的事情嘛 嗯 啊这种事情来说 母代签 紅签 没问题啦 对 所以这个OK啦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啦 哦 啊不可以发生事情了 哎 不可以发生 啊 不可以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 中来啦 是说 我们要跟他投资 会发生事情 发生事情 我就跟你说 你要去公正 哦 我跟你说啦 谁做 什么都同样啦 你今天你要给客户 更顺势就要走 嗯 你一定要去做 这个 我说 公正是比较好 哦 嗯 啊那好 啊那 谢谢李律师 好 感谢 好 再见 好对 刚刚那位听众朋友 问的问题 哦 就是 他说 如果 先生啊 嗯 就是 来租房子 但太太代替他签名 太太又当连带保证 能够不OK 这个部分基本上来说 其实我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法条 哦 夫妻就日常生活的事物 是可以互为代理的 这是民法 民文规定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太太如果今天就先生 签先生的名 哦 可不可以 基本上如果不是什么重大事项 什么叫重大事项 买房子可能就不一定啦 哦 买房子你说要互为代理 这上千万的东西算不算日常生活 这可能法律上有疑虑 但除了这个之外 日常生活的很多行为 夫妻之间是可以互相代理的 所以 如果就租房子这种事情 那算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当然要代理是OK的 代理了之后呢 那当然太太当保证人 他等于有双重保障嘛 不过我会建议 第一个保证人不要找太太 因为没钱通常是夫妻一起没钱 哦 我会建议你要找是找他的弟弟 哦 他的哥哥 或他的朋友 来当保证人 可能会比较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嗯 通常我们现在在租屋里面 哦 会规范一个比如说如果有保证人 通常是会增加一个叫做 反自杀条款 就是说 如果今天真的在 就是有人想不开 在里面过世 而且是可以归咎于他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上面 就要做一些设计 哦 就是保证人要负责来做清偿 那这个部分 都是可以去做的 最后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能要去做公证 做公证才能够预防 万一他不搬 你还要提告 你可以在公证书约里面约定说 如有二期未复哦 则这个 嗯 就是租客啊 好就必须要搬迁 那这时候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 哦 好我们邀请下一位行仙 行仙你好 喂 我想请问一下 你说 因为您刚刚有讲到一个限定继承 哦 我如果没有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是限定继承 是的 那我今天如果没有去办理 你所谓的抛弃继承的话 那他是不是回归成限定继承 对 是的 那那如果我今天说没有 我呃就是我如果说没有去做抛弃继承 嗯 而且第二宋位第三宋位的人也没有去做抛弃继承 嗯 那就会回归于限定继承 所谓的限定继承 是的 就没有所谓的抛弃继承的问题 是的 那如果说 呃如果说照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就是变成说限定继承 就是他的财产部分所遗留下来的部分 就是呃如果资产大于 大于负债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有继承 还是有继承权 是的 那如果他的负债变成说大于他的资产的话 就是变成限定继承的那个意思 是的 哦 所以这对我们是有保障啊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那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那我们为何要去做那个抛弃继承的动作 因为限定继承原则上来讲他很麻烦 他要去做的动作是他 就是如果当你主张限定继承的时候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个 不可以去呃隐匿就是所谓的呃 被继承人的财产 然后第二个你必须要针对债权人 你要逐一的去清偿 哦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来说 他不是那么容易 抛弃继承的想法是我不管啊 你有多少债务你有多少债权 我都不管我都不要 那当然相对轻松很多啊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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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限定继承你要去处理这些东西 反都烦死了 哦就变成说限定继承要去处理他后续所有问题 抛弃继承的人就不需要去 帮他处理所谓的后续的问题 是啊 所以当然大家就喜欢 那个抛弃比较简单 OKOK 谢谢你 不会 拜拜 所以说 认真讲 如果真的担心的话 一般而言 限定继承 其实目前现行运作都还OK 那么 基本上只要写财产清册 承报法院 或者是债权人 有没有去申报债权 这些有去做整理的话 大致上都OK 所以我常讲 限定继承要处理的概念就是 我觉得他还有一点资产 但我不确定他外面欠债欠多少 那当然就主张限定 如果说 我很肯定这个人 反正是外面欠一堆了 那他也没有任何财产 这时候就去主张抛弃 这对自己是比较有保障 而且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处理 因为对于 我们现代人来讲 你说要去 一步一步去查说 到底有多少限定件 其实很累 不过刚刚我提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主张抛弃 不要只顾着抛弃自己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刚讲有顺位的问题 直系写清 背清楚 第一顺位当然是 子这一辈 子女这一辈 第二顺位是子女 孙子女 就是说子女之外的 就是子女的子女 等于说是孙子女这一辈 孙子女这一辈 比如说我们有孩子 我们替自己抛弃继承之后 要问一下其他兄弟姐妹 你们有没有抛弃继承 如果他们都抛弃继承了 就会跑到 直系写清 背清楚去 那就直系写清 背清楚 就我们下一辈的 那下一辈的 如果你没有抛弃继承的时候 会延伸的问题可能就也蛮多的了 所以这个做一下参考 好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来继续接听call in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邀请下一位 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李律师你好 请说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母亲已经被判定失智第七局了 但是我不知道她之前到底有没有欠款 之前我是有听说的 那如果万一哪一天我妈妈去找上帝和发费了 那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子女要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啊 就我刚刚讲的 你就主张 欸她有没有资产啊 目前 没有 没有资产 那你要不要考虑主张 抛弃继承 可是抛弃继承有个风险啊 就万一之后发现 其实 他有藏一些钱 你是没有办法主张的哦 但是 这个要怎么查 怎么查 一般而言啊 母亲你有没有去申请监务宣告啊 没有 去申请一下吧 因为你申请监务宣告之后 因为他现在失智嘛 你现在去申请监务宣告 你就有办法去查说 至少知道一下 他目前 到底 你可以用他的名义去查 他目前有没有什么欠债 那金融资料中心那边都有 至少你可以知道官方部分 哦 那非官方 对那非官方的部分 当然那就再说了啊 人家没来久就当没有了 就这样 了解 嗯 那李律师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啊 啊 你说 那个就是说之前我有一个车货 是摩托车一个老太太撞人 撞完以后做笔录他写了 可解 嗯 如果已经从三月到现在 他突然发一个点缺说 什么我都没消息 然后我没有诚意 然后我礼陪放好了没诚 啊不是 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他是在理事上说和解 在哪里说和解 嗯 只有做比例 但是我没有写 另外写一个 和解的那个 那我们说 比如说他放弃什么 不告你啦 或什么的 有没有写 他如果口头讲说就不告了 就在比较面前讲 但是很奇怪 他又发line说什么 我怎么说没消息 我听不懂他 他说你没诚意啦 你都不去看他 嗯 对啊 但是我之前已经有 就是他住院几天我去带他 然后出院我也带他 我也带他去哪边 甚至他叫我帮他买什么 我也去买 嗯 也有关系 后来他出院 他就说他自己丢了 他可能觉得你诚意不够 等于说我还没超过半年 我还是会有事嘛 他如果没有 或许他根本就没告你 就没有来的抛弃继承的问题 不是抛弃 抛弃他的刑事告诉权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会是一个 可能未来您要注意 之前保险公司是说 要不可能就去做造势 然后他又不去 他也没有说要去 不是啊可是一开始应该有吧 但是警方说那个就是 警方只是抄一抄的没有 那时候那是和别比例 只是记录而已 好吧 总之没有的事情就先放着 先不要紧张啦 就不要管他 对啦 但是就是可能会有 后续您也是知道 可能会有些问题 那个再来做讨论 好 谢谢 好辛苦了 拜拜 好我们要请下一位吴小姐 吴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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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教一下 因为6月4号 6月初左右 我有客树一间 连锁的数十店 的一个员工 那在那之后 我不断的有接到 未显示号码的骚扰电话 一直接到到 现在都一直持续有 那有没有接起来过 我有接起来过 然后呢 我可以听到是有吵杂声音 可是他都不讲话 就挂断了 然后一次可能会 四通到七通左右 那我想请教是说 如果对这个 如果骚扰的人 真的是 数十店的人 你怎么证明 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没办法证明 因为我也有请数十店的人 去帮我再查一下说 是不是他们的员工做的事 他才不会告诉你 真的 是也会说不是啊 哪有我自己跟你讲说 对其实是我们打的啦 因为我当然是因为 我们是合理的 我会怀疑是他啦 我了解啦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是我啦 那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会比较适当 怎么处理哦 在我的看法里 第一个你可能就是把你的电话改成 拒接 五号码显示来电 这是最快的 哦 那就是逼的他一定要露面跟你谈 哦 那如果你觉得 我干嘛为了他而改变我的作息 那你就是反正他每接起来就挂断 就接起来就挂断 接起来就挂断 看他能打还是没能打 反正他打电话还是要钱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啦 那你就让他一直花钱呢 哦所以说基本上 因为我还是会 然后呢你记得要录音啦 录音 有些你可能要录音啦 就是你可能 如果啦之后他开始有一些奇怪的 行为或声音或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录音 现在还不必要啦 我只是说像这种就是注意一下 这样就好了 哦好那不好意思 李先生那请教一下 如果万一真的是对方啦 舒适店的员工 那他等于说把我的个资 就是泄露 让他员工随意就取得到 你已经想得太远了 第一个真的吗 真的他不会告诉你是他们 是因为他告诉你是他们 他生意还要不要做啊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今天我我我今天我跟 就是客户反应有负贫 你就来骚扰客户 这怎么对 所以这个他们不会承认啊 如果他们真的真的承认了 这不是个资的问题而已 而是这家店根本他的信誉 整个都有问题啊 对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 你当然会说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个资的 等到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已经其实我觉得那都已经太难以想象 他不会说的啦 所以你如果他肯承认这个 他就愿意赔你钱啦 他也愿意跟你道歉啦 可惜我不认为他会 好那我了解 好啦反正我会比较建议 就是我刚讲的 也不是说自己小心啦 而是说就这个部分来讲 我想可能不舒服是一定的 但是像我们遇到这种问题 通常我都会建议 就是当事人说 你就先把那个五号码显示的 把它关掉 不要再跟他计较了 那过一阵子可能就好了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 你如果说真的要提告或是什么 其实都还蛮浪费时间的 而且警察没办法查 其实是浪费时间 我跟你讲 因为通讯监察保障法里面 他规定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禁止去查IP 禁止去查他的所谓的调取 不能用调取票去调取他的电信资料 所以现在其实很难查这个东西 我一直以为我只要报警就查得到 没有 现在警方也很无奈 因为那个法被修掉了 就是修说不可以去随便查 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的个资 那这部分当然是个资的一部分 他说除非你犯重罪才可以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目前是这样 好 那我了解 辛苦了 拜拜 好的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有任何法律问题 我们下周再来讨论 我是李秋远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他在小脸上 我们下周就要帮忙 你 我儿子